Eric Cantona是曼联传奇前锋 也是英超历史上最具个性的球员之一 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法国 在欧塞尔、马赛和波尔多等多家俱乐部效力 但真正让他声明确起的则是1992年加盟英超球队立自联 并帮助球队赢得英甲联赛冠军 然而,Cantona的巅峰时刻是他转会曼联后开启的 在福格森爵士的执教下 Cantona很快成为曼联的领袖与核心 他的技术、进攻意识和进球能力 让曼联的进攻线威力倍增 在他的带领下 曼联在1993年赢得了英超冠军 结束了俱乐部26年的联赛冠军荒 而他在曼联的几年里 帮助球队赢得了四次英超冠军和两次组总碑 Cantona不仅以场上的天赋闻名 更因为他的桀骜不驯和独特的个性备受瞩目 他的场上表现常常充满激情 而场外的风波也让他成为了争议焦点 最著名的是1995年 他对水晶宫球迷的飞踹事件 这一举动让他被竞赛八个月 但也进一步加深了他坏男孩的传奇色彩 尽管如此 Cantona始终被视为曼联的英雄 他的进球和比赛中的关键时刻 帮助俱乐部鉛定了90年代的辉煌基础 在国际赛场上 他曾为法国国家队效力 但英语教练的矛盾 未能在国家队留下更多辉煌 1997年 年仅30岁的Cantona突然宣布退役 震惊了整个足球界 退役后的他活跃于电影和艺术界 成为多才多艺的公众人物 他的职业生涯虽然短暂 但他独特的风格 领袖气质和不羁个性 使得他成为英超历史上 最令人难忘的球员之一